批邓小平万一是长民企习近平在南巡旧经济,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中国经济面临困境,大陆社会对中共走向疑虑之际,时隔六年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所展开其新南巡行城首战是珠海考察恒勤新区越澳合作的中医药科技产业员及格力集团, 预计随后几天还要到深圳,广州等地巡视对外宣示中共继续改革开放之决心,对内稳定民心为自己再涂抹一层改革开放领袖颜色今日上午,习将亲卫港珠澳大桥开通剪彩习近平,2012年南巡期间往莲花山公园向邓小平向下花,并在同向后方种下一棵高山榕树,今年来大陆经济增长放缓民起, 股市处于刀口浪尖随港珠澳大桥完工,今年适逢改革开放次十周年近月,一级盛传习近平将在访1992年邓小平南巡,第二度考察广东并为这个世纪工程开通前采齐,是否再度南巡,备受外界关注。 近日官方突然出口述就是,习20日罕见发布公开信趁支持民起,并博视任何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可见当局营造良好气氛,并未难嫌定调。 打破离开后台报道惯例,昨日上午习仍在北京,率领全体政治局常委,出席中国工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至傍晚六时许官方,人民网率先发布习以南下的消息。 报道指22日下午,习到珠海市恒秦新区高新技术片区,考察月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人报道,趁中共十八大后习首富地方考察就选广东,习当时表示之所以到广东,就是要到改革开放,中的风气之先的地方,现场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 官媒随即报道习行踪,在破中共政治局常委外地考察,要离开后,才能报道惯例六年前的,2012年12月7日之一,一日习在中共十八大上台后,首都南巡广东,先到深圳莲花山叶拜邓小平雕像等五天考察中习多次强调坚持改革开放,那次南巡毫无疑问,为他涂上一层改革开放, 新领袖色彩习初上台时,曾为新一届中共中央制定了八项规定,其中包括改进警卫工作领导人出外考察,要坚持有利于联系群众原则,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管。 不过昨日,记者在珠海所建珠海市,各主要干道警察和保安明显增多,曾接待国家领导人的珠海度假村酒店外架设围栏,由保安驻守境外人和车辆进入。 前往恒勤岛的马路上,更是警察林立人车,吴静佐,或照见港澳两地特首昨日,习除了考察恒勤岛中医药科技员当地消息,透露他还去了珠海格力集团,在董事长董明珠陪同下参观了生产情况。 据悉,昨晚习入住珠海度假村酒店的别墅区,今日上午9时许习将出席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并与港澳特首广东省领导一起为大桥开通剪彩。 有消息,只因习,今日要转到他的行程紧密,昨晚获照见港澳两特须行政长官时事评论员刘瑞绍表示,习近平今次拿下除为大桥剪彩,更重要是吉吉对外宣誓,至于宣誓和内容,达到和睦的要看他此后几日行程洗手日,考察两个都是民企。 明显是要告诉外界炒作中共推行国际民退市错的你们,看我现在在给他们打气,刘芷席考察中医药科技园,还有一重意思香港回归初期,曾有商人建议特区政府,把马歪辟为重要港,但被否决变成地产项目,习用这种方式为月澳合作点,在港府应该愧疚检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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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